今年一度六江慶團友林翁姐準備開始 林州委員會主委和甄長 鄉長 甄長 貴賓 都來到六江林鄭先生 強恥林翁前身到廟前提供民眾參拜 也想許多多活動完完順利 在參拜結束之後 是將林翁強恥出來 提供給民眾來拜 每年的林翁姐進前 林州委員會都會先強恥林翁出來 但到落水醫生那天 這還跟田雄宮的水醫生尊門 作為到貴賓店蔡姐 跟我們館長 他們都會到貴賓店 要來開店 今年一段夜間 開店剛才一個月 當時一回應說 館長很用心 把我們整六江 給他們裝得非常美麗 非常古色古香 尤其我們感謝甄長和鄉長 真的為我們六江 當時一場的富城 今年 因為凌晨 都是夜間比賽 非常非常地漂亮 他們說 為了要辦今年 鄭月娥節 陸港復興 尤其陸港是全年動員 今年非常非常老年 我們所有觀眾 那天 決定要來 非常非常地漂亮 今年頭一次基板 夜間糧酒比賽 是非常地成功 今年也特別將時間延長 讓我都更加努力 今年我們辦夜間農舟 辦得非常非常地成功 今年好像 端有一個天 在我們福律師兩側 就差不多7萬人的觀眾 來看我們夜間農舟 那今年我們現場跟農舟委員會 特別還有幾月就是說 我們去年是辦差不多5天這一個禮拜 今年要營運到一個月 所以在一個月當中 我們服務市場非常非常地漂亮 而且今年我們在公會堂 到陸港藝術村 我們有一條我們營運到的這個人道 這條人道可以說做完美麟美麟 晚上六港廟會亮起來 還有就是在公會堂那邊 還有一個光雕秀 所以今年的路港會非常地不一樣 加上我們貝民谷縣長他的用心 希望在我們六港塑造一個 夜間的一個端午節 慶端陽 第五月才是熱水日式之後 晚上也有開店的活動 為夜間兩週比賽電開輸幕 新中華新聞創輿青 六港蔡宏佛道 再見囉 再見囉